NSTP 2870是一種感冒 因為它產生出的鼻腔、喉部黏液 會具有感知能力,並能有限的活動 雖然是相互聯痛的一整團物質 這些粘液的不同部分具有不同的人格 所謂SCP 2870影響的粘液 似乎都在鼻孔附近的一小團特定粘液 SCP 2870之A的指揮下 這些粘液可以被移出鼻腔 但直到病人SCP 2870之一 不在感染SCP 2870前 SCP 2870之A不會消失 患者SCP 2870之一和SCP 2870之A 可通過心靈感應交流 所謂SCP 2870之A個體 都是同一個人格的間斷顯現 自稱為受SCP 2870影響的粘液的軍隊的領袖 SCP 2870之A將SCP 2870之一的身體 視為SCP 2870之一執掌的國家 並以革命為目的 企圖奪取SCP 2870之一身體的完全控制權 自說用以來 沒有SCP 2870之A個體 能在SCP 2870之一被找到前達到目標 當前也未知這個目標是否可行 SCP 2870之一有可能通過談判 來與SCP 2870之一達成相對和平 但通常只能維持很短的時間 因為SCP 2870之一會把用鼻子呼吸 挖鼻孔 吞咽 和任何形式的進食都當作敵對行動 並出動部隊作為對SCP 2870之一的報復 SCP 2870之一有能力挑起的軍事活動如下 掩齊 黏液從鼻腔後部流向前部又返回 重複數次 裝膽 喉部的黏液增多 占領 其中黏液到一側鼻腔內 趕死隊進擊 鼻腔內突然流出大量黏液 SCP 2579是一種特殊的熊類 外形幾乎與棕熊一致 他們最初被發現於加拿大與美國華盛頓州的邊界 SCP 2579實體一般不表現出異常特性 飲食習慣與正常的熊一樣 SCP 2579有兩個值得注意的異常 第一是繁殖劑的交配行為 第二是在SCP 2579實體的腦內 有個控制裝置 SCP 2579之一的存在 雄性SCP 2579實體 可以藉由腦內的控制裝置產生音樂 繁殖劑間 雄性實體將嘗試播放音樂 且用喉音發聲來合音 以向雌性求愛 這些音樂都是當時的美國流行歌曲 所有在交配儀式中被演奏的歌曲 都是來自目前Billboard的千百名單 雄性會表演與正播放的歌曲有關的舞蹈 偶爾會有兩個雄性實體 對一個雌性實體繁殖權的爭奪行為 但實體不會通過物理戰鬥 而是在半月中表演複雜的舞蹈來吸引雌性 SCP 2579之一是遷入成年 SCP 2579實體腦內的一個小型裝置 隨著實體成長自然形成 SCP 2579之一實體有三個主要元件 小型固態硬碟 無線信號接收器和外殼 外殼主要有類似腳蛋白的物質構成 而固態硬碟和無線信號接收器 似乎是有骨質、鐵層積物、細和製成 SCP 2579之一實體的表面上刻有 巨獸員的可控化、熊增強型 而設備的固態硬碟上存有多個檔案 包括字述文字檔案、設定檔案 和100-150首MP3格式的歌曲 而這些歌曲每週都會根據當下 Billboard 熱門歌曲前擺名單來進行更新 SCP 2598 是一個帶著小頭盔的大黃夜兒 除了這個和它的行為之外 沒有其他明顯的異常特徵 SCP 2598 能通過用它的頭 碰撞出模式密碼的方式和人類交流 雖然SCP 2598 能夠聽懂英語 但是只能通過這種方式在交流中回覆資訊 雖然已經為它提供了可供其碰撞的特質翻譯用平板 但其今,SCP 2598 似乎無法 或者不樂於使用此類設備 在交流期間,SCP 2598 總會試圖將話題 轉移去推銷一個為額類特質的頭盔 聲稱這個頭盔使它能聽懂人類的話 並獲得交流能力 頭盔只需要19.99美元 並且是個不錯的聖誕禮物 SCP 572 是一把 形的劍 由 鎖住 這把劍用於戰鬥時平衡極差 以較差的鋼材所致 並且有不鋒利的邊緣 這把劍會對握著它的人產生精神影響 讓他們相信這是一把平衡極佳 鋒利無比的寶劍 並且會產生強大無敵的感覺 這個效應無法用任何儀式手段消除 被影響的受試者只要握著它 就會堅持上述的信念 受試者會被迫表演危險的高難度動作 比如將行駛中的汽車一刀兩斷 砍斷來輔槍發射的子彈 砍向另一把劍 與經過訓練的劍手進行對決等等 因為這把劍有許多不必要的刀刃 這些嘗試75%都會導致凶者重傷 如果成功地將這把劍 從被影響的受試者手中奪走 回收員最好收拾產品前 以避免也受到影響 快速攻擊受試者後腦勺 通常就能消除所有的精神影響 ASCP-504 是一種外觀和遺傳學上 都和普通商業種植番茄類似的番茄 它被回收於美國坑塔基州的 當時有一個女人聲稱她當農民的丈夫 被她的午餐殺掉了 基金會當前正致力於尋找 並摧毀農場周圍散落的ASCP-504 當在ASCP-504的番茄周圍 人類聽覺範圍內說出一個藍色的色話時 番茄會馬上加速到至少每小時160公里 並直衝生意的源頭而去 只有成熟的 從其藤蔓上摘下的 腐壞小於10%的番茄 才會顯示出這種效應 番茄不需要物理上保持完整 也會有此效應 不過被吞咽的番茄在被外部消化前 已完全和外部的生源絕緣 所以是無害的 ASCP-504番茄的速度 取決於消化的好效程度 語言似乎不會產生影響 最快的時候甚至能超過音速 除了人類之外 ASCP-504也會對儀器播放的笑話 產生反應 被注 誰再偷偷把ASCP-504帶入自主餐廳 將被處決 這些切好片的番茄 就像手裡線那樣鋒利 Bless博士 ASCP-3313是班茄的名副蘭克林 以下成為ASCP-3313之一 被切斷的陰晶 儘管沒有任何生命維持系統 ASCP-3313似乎免疫傷害 也不會腐敗 當有人與ASCP-3313發生物理接觸時 他會賦予此人一定的現實扭曲能力 ASCP-3313提供的現實扭曲能力 是以語音為基礎的 不能講話的人無法使用他的能力 ASCP-3313會在自己能力允許的範圍內 立刻滿足接觸他的人提出的一切要求 通常他會極為準確的 且逐字逐句的完成任務 ASCP-3313來自一批過去從未被發現的 ASCP-3313之一在法國巴黎生活期間的遺物 在發現該物品之後 很快就發現了他的異常特性 基金會的DNA測試顯示 該物品屬於ASCP-3313之一的近親親屬 或ASCP-3313之一本人 在事故Omega54之後 有證據可以確認 ASCP-3313正是ASCP-3313之一的陰晶 事故Omega54 2017年7月3日 混沌分裂者為了推翻美國政府 而進行了一次復活儀式 將美國的幾位國父級人物復活 這些人物包括喬治華盛頓 湯瑪斯傑夫遜 約翰亞當斯 亞歷山大漢米爾頓 和SCP-3313之一 基金會回收的資料顯示 這五人擁有多種異常特性 此外SCP-3313之一的身體 缺少陰晶部分 7月6日 五名國父從混沌分裂者監管中逃脫 目前仍然在逃 事故發生之前 SCP-3313被保管在Sight-88的低價值物品受用區內 7月9日 SCP-3313進入了Sight-88的低價值物品受用區 並獲得接觸SCP-3313的許可 未知SCP-3313之一是如何做到的 事故當時的監控露營也已無法查看 兩者接觸4秒後 SCP-3313開始像火箭一樣向上推進 隨後 SCP-3313和SCP-3313之一 雙雙向上飛走 並逃離該戰點 逃脫破壞了上方八層樓的地板 但SCP-3313之一似乎沒有受到任何物理傷害 計算結果顯示 SCP-3313和SCP-3313之一的加速 不足於到達真正的逃逸速度 但還需要數個月的時間 兩者才能沿炮物線回落 他們的再次著入地點至今未知 SCP-1481是一個塑膠製的可回收咖啡杯 一個幽靈狀的人形屍體 會在SCP-1481被摩擦後出現 稱為SCP-1481之一 SCP-1481之一穿著多件上衣和破損的牛仔褲 這些衣物看起來也像是幽靈狀的 但卻被多種不明物質弄傷 SCP-1481之一似乎會神經性抽搐 每隔幾分鐘發作一次 在SCP-1481之一顯現後 他會向時期出現的人 提出說可以滿足他任意數量的願望 但是SCP-1481之一總是不能按所說的願望實現 他時常無視提出的願望 或者錯誤宣稱願望已經被實現 又或是產生一個與願望有些許相似的結果 SCP-1481測試紀錄 測試由博士主導進行 測試目的是對SCP-1481之一的能力有一個大致認識 要求物品 一個三明治 結果 結果 SCP-1481G產生了一個被啃過的三明治 要求物品 一張中獎的彩券 結果 SCP-1481G產生了一張未中獎的彩券 要求物品 一顆100克拉鑽石 結果 100克炭 SCP-1481G告訴測試人員 炭才是最純淨的鑽石 要求物品 生命的意義 結果 SCP-1481G狂笑了3分14秒 然後宣稱已經滿足了願望 最後 對這一願望 SCP-1481G始終只會給出這一回應 要求物品 獲得無限能源的方法 結果 SCP-1481G產生一個沾了芥末 且已經被啃過的雞蛋 SCP-1481G提出過各種要求 一般是要求酒精、娛樂用毒品、錢或手食 當被問及為什麼不自己變出毒品時 SCP-1481G開始哭泣 哭泣持續了17分41秒 最後它消失並重新進入SCP-1481中 SCP-3521是一共16個凝膠膠囊藥物 創造者是一名業餘超常藥理學家 與一名未知殺手有關係 SCP-3521個體為亮黃色 長約1.2公分 SCP-3521在水中會快速溶解 其成分為泄略未知 且可能具異常性的化合物 SCP-3521的主要異常效應 只會在SCP-3521被一名對象服用後顯現 在服用後不久 極大數量的未薄皮香蕉 會開始以未確定的速率出現在對象的胃中 根據在SCP-3521被發現時得到的資訊 呈現這些香蕉的目的是 引起致命劑量的游離輻射 以用於暗殺 香蕉本身確實還有一定量的放射性假 但如此大量的顯現下 死因一般是更明顯的失血、窒息 或者入局大部分已確定 SCP-3521案例中的情況 有915萬公斤香蕉 顯現於對象位中 引起的嚴重擊壓傷 附入SCP-3521之一 發現與測試 SCP-3521是在亞特蘭大的警方 與一群未知人員進行槍戰後被發現 在調查這些人員看守的倉庫時 發現了一個裝了所有已知SCP-3521個體的袋子 全面調查該倉庫後 發現了多件異常項目 與SCP-3521一起被基金會人員回收 在Sight 92的處置中 D28491被選中測試SCP-3521 D28491被給予一期SCP-3521進行觀察 基於回收的影像記錄 大約30分鐘後 D28491告知出現劇烈胃痛 隨即身體爆炸 被快速增多的大量香蕉掩埋 測試間在數秒內被填滿 站點的下部樓層的絕大部分 在數分鐘內被毀 救援立即開始 因香蕉爆發 多名人員被困在地下失去聯繫 令救援工作進一步受阻的是大量的香蕉 在重力作用下很快坍縮成一團厚實的僵體 具強烈放射性 在賽17收到輻射警報通知後 才注意到賽92發生嚴重事件 賽92被撤空 23名站點研究人員 和61名其他人員死於事件中 由於賽92地下 現在有大量放射性生物廢料 所有能取回的異常項目 均被轉移到附近站點 該站點被廢製 回修工作正在繼續 以上就是八個有趣的SCP 另外之前講過的 SCP-2662 SCP-462 SCP-4062 也都是蠻有趣的SCP 沒看過的可以去看看 這些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記得幫我一個喜歡 不喜歡的話就算不喜歡吧 希望我做什麼SCP或主題 可以留言告訴我 就這樣 掰掰